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女主系列的最后一集 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不是都去派对了 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在今天上2021年的最后一支影片 来陪伴和我一样已经过了热衷派对的年纪 跨年演唱会歌手也不认识几个的大家 既然今天是跨年夜,那我就不要说太严肃的主角 来说说呢也是大家点播率很高 而且改变自他故事的电视剧 掀起了包含后来如意传、芈月传一系列大女主电视剧的热潮 到现在他的电视剧播出已经将近十年,还在不断重播 不过今天这位人物和我们先前说过的几位大女主相当不一样 今天这位人物说真的好像没有特别过人的本事 身为皇帝的妃嫔,他既没有显赫的家世 长得也算普通,还只生了一个小孩 不过他就凭着这个唯一的儿子成为大清朝最享福的太后 也可能是因为晚年的日子过得很好 他还是整个中国历史里最长寿的太后 可以说是天生就是大女主命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清朝乾隆皇帝的生母 电视剧《甄嬛传原型》,清孝盛县皇后,纽户路士 纽户路士康熙30年11月25日,西元1692年1月2日出生 相信看清工具的大家都略懂略懂 纽户路士是满清非常古老且尊贵的家族 是满足八大姓之一 清朝开国五大城中的俄仪都就是纽户路士 在八旗制度创建初期 俄仪都一支的纽户路士被纳入了八旗之首相簧席 不过虽然孝盛县皇后纽户路士的真祖父俄仪藤 是俄仪都的堂弟 但是他们在满清入关前就已经分家了 俄仪藤这一支的纽户路士入了下五旗的香白席 所以虽然孝盛县皇后的姓氏纽户路士听起来非常厉害 但事实上他只是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奇人家庭 根据记载他们家族只有他的父亲林柱当了官 先是在掌管教育科举考试的礼部任职 后来到了康熙四皇子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 林柱的女婿应征的雍王府担任四平典仪 负责指导王府的仪制、仪节等等事务 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而且在清朝时期 满族的贵族大多也会和满族贵族通婚 而孝盛县皇后的家族从真祖父开始 一连三代都和汉军起联姻 由此更可以看出孝盛县皇后的家室非常非常的普通 据说他小时候家中连一个可以使唤的仆人都没有 不仅称不上贵族 甚至就是一般老百姓 凡事都要靠自己动手 大概也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劳动 养成了孝盛县皇后纽户路士良好的身体素质 才让他如此的长寿 大约在康熙43年4月1704年 13岁的纽户路士参加了巴西选秀 他被指婚给了26岁的皇四子 后来的雍正帝 当时的贝勒应征 纽户路士就进到了位于北京内城的四爷府 在他入府时 贝勒应征已经有了一位迪福晋乌拉纳拉氏 侧福晋李氏和几位格格 这位迪福晋就是后来的孝敬县皇后 是雍正皇帝唯一生前策利 而且真心相濡以沫的皇后 而侧福晋李氏呢 就是后来的齐妃 当时呢 应该是府内最受宠的一个 在纽户路士进府的那一年 侧福晋李氏已经为应征生下了四个小孩 而且其中还有三个男孩 纽户路士呢 因为出生病不高 所以没有任何的封号 就被称作坂底格格 格格呢 其实就是对没有封号的满足女子的统称 所以纽户路士虽然进了皇子的凡底 但只是一个身份低下 比较类似婢女的侍妾 在府邸呢 可能还是需要干些体力活的 而且据说呢 他长相蛮普通的 所以入府之后呢 一直都没有受到应征的重视 不过几年后 当时已经被封为亲王的应征 生了一场非常严重危机性命的大病 纽户路士呢 尽心尽力不分就业的照顾着永亲王 在那个医学还不是那么发达的年代 即便呢 是照顾病人 也都是冒着可能会被传染而致死的风险 那纽户路士呢 几乎不眠不休的照顾永亲王 长达两个月一直到他痊愈 应征呢 大概呢 是被他感动了 就开始对他有点好感 于是呢 在纽户路士禁服的七年后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 西元一夕一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 纽户路士生下了他这辈子唯一的小孩 永亲王四子弘历 这位呢 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乾隆皇帝 而纽户路士就凭借着这个唯一的儿子 成为整个大清朝最福寿双全的女人 但即便纽户路士生下了皇子弘历 他在亲王府的地位 也没有获得任何的提升 而且从他再无声欲来看 应征大概也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好感 不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春天 皇四子应征在康熙地赏赐给他的圆明园设业 当时呢 已经六十八岁的康熙皇帝 就在圆明园第一次见到了十二岁的孙子弘历 他对这个孙子非常的喜欢 认为他眉清目秀 天资聪颖 年纪轻轻呢 就精通起设 与年轻的自己十分相像 他还特别召见了红历的生母扭户路士 并且称赞他生下如此聪慧的孩子 是个有福之人 几天后 康熙皇帝派人将红历 接回了皇宫亲自抚养 事实上 康熙皇帝将近一百个孙子里 只有被他两立两废的皇太子 应仁的二子红夕 和应征的四子红历 曾经被康熙皇帝养育在宫中 后来呢 康熙皇帝决定要传位给应征 也很有可能是要让应征的儿子红历 未来能够继承大统 所以呢 不仅是纽户路士靠着儿子享福 应征可能也是因着儿子 才有机会坐上皇帝大位的 不过呢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在乾隆六年编修的 世宗县皇帝使徒 也就是雍正朝的史记里面 记载了 康熙皇帝从46年到61年间 一共到了圆明远12次 不过都没有提到 康熙皇帝和红历见面一事 反倒是在家庆年间 编修的乾隆高宗纯皇帝使徒 才记载了 由乾隆皇帝亲自述说的这段故事 而就在康熙皇帝将红历带回宫中抚养的这年 康熙61年11月13日 康熙皇帝驾崩于北京畅春园 享年69岁 皇嗣子应征继承皇统 成为大清朝的第五位皇帝 年号雍正 雍正元年2月4日 策立迪伏记纳拉氏为皇后 2月14日礼部再奉仁寿皇太后的义旨 策伏记年氏封为贵妃 策伏记李氏封为齐妃 格格扭护路氏封为西妃 格格宋氏封为茂平 格格耿氏封为玉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格格扭护路氏并不是和其他的前邸格格一样被封为平 而是与策伏记李氏一同被敬为妃 这位呢 在雍亲王府18年地位都没有任何提升的格格 一要成为了我们熟知的西妃扭护路氏了 但这应该不是雍正皇帝特别的喜爱他 而是雍正皇帝此时已经决定要由他的儿子弘历成为皇位继承人了 不过呢也是因为策封仪式让扭护路氏的身世有了不同的传闻 因为后来学者发现在雍正年间一份留存的上语里面写道 尊太后圣母玉子格格前氏封为西妃 格格宋氏封为玉平 格格耿氏封为茂平 这份玉子出现了三格和世宗实录不符合的地方 第一格被封为西妃的不是我们熟知的扭护路氏而是前氏 格格宋氏和耿氏的封号也是相反的 而最为人讨论的当然是格格前氏被封为西妃之氏 因为清朝妃平的封号是不会重复的 所以呢就出现了传闻 乾隆皇帝弘历的母亲不是满人扭护路氏而是汉人前氏 后来呢弘历继位为皇帝为了提升母亲家族的地位 才将母亲的前氏改为扭护路氏 不过呢此事应该是雍正皇帝的弟弟与郡王允桃 在书写雍正帝的口语时 将扭护路氏简写为扭氏 而可能因为字机潦草 礼部在草里测文时 看成了同为金部的浅室 发现错误后 族氏的允桃因为办事不严谨 先被降为贝子 后又被降为护国公 一直到雍正八年 爵位才被恢复 而且事实上从唐朝开始就有御蝶 也就是皇室祖谱 到了清代呢 还分为了满文汉文两种版本 详细记录了每位皇室子孙的生平 从出生、婚嫁、风绝、围观死亡等等 所以如果乾隆皇帝要将生母前氏 篡改为扭护路氏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功臣 而且如果乾隆皇帝修改母亲的姓氏 是为了要提高母家的地位 那他为何不直接将母家提高到 更显赫的湘皇帝扭护路氏 而是选择湘白帝 后来呢再将母亲一族纳入湘皇帝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无论是实录或是口语都妥妥的写着 扭护路氏是从地位较低的格格被禁封为妃的 所以修改姓氏提高地位 好像实际意义并不大 但也有人认为乾隆是因为血统 才将母亲从汉人的前世 改为满人的扭护路氏 不过依照我们前面讲的扭护路氏的生平 他家父系三代都娶了汉君旗女子 母亲更是一位汉人 所以就算是篡改姓氏后的扭护路氏 身上的汉人血统也是远远高于满人 所以在未有更多证据之前呢 我个人认为乾隆皇帝篡改姓母的绅士 就逻辑上来说比较没有必要 我们刚刚说到雍正一级位呢 就将格格扭护路氏直接禁封为西非 而我们也都知道雍正的继位呢 是经过了一场亲兄弟兼兴风血雨的九子多弟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雍正皇帝就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 就是呢将皇位继承人选的遗诏密封 放到乾清宫镇殿殿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在皇帝驾崩后才公开 以避免皇子接着相互斗争 或者是皇太子正式亲人 就在纽户路氏被封为西非的半年后 雍正元年8月17日 雍正皇帝将他亲笔书写的储君人选 藏在了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而这里面写的正是让纽户路氏风光一声的名字 黄四子红利 不过呢尽管儿子已经被秘密立储 西非在后宫依然像是个可忧可无的影子 一方面雍正本来就不是太喜欢他 再来众所皆知 雍正是个认真负责的工作狂皇帝 连到后宫的时间都很少 而此时期红利与生母西非的互动也很少 这应该是呢聪明的红利刻意为之 因为这时候后宫的主位仍是迪姆乌拉纳拉氏皇后 虽然皇后的皇子红徽在亲王府时期就已经去世 但是红利的母亲出生低下没有强大的背景之称 两母子呢必须要更谨慎小心才能保全红利继位的可能性 不过天生大女主西非的好日子很快就来了 雍正元年五月雍正皇帝的生母仍受皇太后病逝 雍正三年十一月备受雍正皇帝宠爱的年贵妃 也在被禁封为皇贵妃的一周后病逝 雍正九年九月与雍正皇帝相近如宾的皇后乌拉纳拉氏也病逝于畅春园 而在雍亲王府受到雍正皇帝喜爱的李氏其妃 因为他所生唯一存活的皇三子红石 早在雍正四年就被父亲以刑事放纵不紧 出尽给了康熙帝的第八子云次 后来更直接被削去终极从玉蝶出名 虽然雍正皇帝为何如此讨厌皇三子红石 到现在时学家也还有疑问 但可想而知雍正皇帝也不会再待见他的母亲其妃了 但西妃究竟有没有被禁封为西贵妃也是没有定论 在非正史的宫中党部里 记载了西妃于雍正八年禁封为西贵妃 内务府也确实为西妃准备了贵妃炒怪 但是所有清代的正史史集里面 都没有西贵妃册封的相关记载 也没有留下西贵妃的金册金宝 所以西妃有可能是预备要被封为西贵妃 但是最后没有正式册封 不过无论如何在雍正九年乌拉纳拉是皇后去世后 西妃都成为了后宫实际上的最高位了 而和父亲康熙帝以及儿子乾隆帝比起来 后宫期期的算是非常非常少的雍正皇帝 皇子当然也不会多 但加上古代妖折率高 在西妃成为后宫首位雍正九年时 雍正皇帝只剩下两个还活着的皇子 西妃的儿子皇次子弘历 和玉萍的儿子皇五子弘咒 而根据史学家的推测 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弘咒 为了表示自己无意和哥哥弘历争夺王厨之位 将自己的个性表现得十分暴躁而且哄堂 时不时还会为自己举行丧礼 至于刘贵仁所生的皇六子弘夜 一直要到雍正十一年才出生 年纪实在太小 所以其实只要在后宫居首位的西妃 和最年长的皇子弘历 没有犯下滔天大错 即便是秘密立储 皇位对他们来说也是十拿九稳了 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二十二日 五十七岁的雍正皇帝 病逝于圆明园的九州清宴殿 在雍正皇帝弥留之际 立皇嗣子弘历为皇太子 皇太子后来依照前清宫的密封遗诏 登基为大清第六位皇帝乾隆皇帝 孝顺的乾隆皇帝 立刻依照父亲的遗秘 封生母纽户录士为圣母皇太后 并为母亲家尊号重庆皇太后 再加外祖父四平典银官临住 封为一等臣恩公 外高祖父等皆追封 外祖母等也被封为一品夫人 重庆皇太后这支的纽户录士 也被归入我们刚才开头提到 清朝开国五大城而移都的这支纽户录士 也就是说重庆皇太后的家族 从下午期的香白席 变为了八旗之首 由皇帝亲自统领的香皇旗了 这年43岁的重庆皇太后纽户录士 从一个没有庸人使唤的家庭出身 到前底最低下的嗜切哥哥 成为了大清最有权势的女人 开始了40余年的享福人生了 只要是在紫禁城里 乾隆皇帝一定每日到母亲的 秦宫寿康宫成婚定行 有时候太后住在畅春园 乾隆皇帝住在圆明园 乾隆定的人是每隔数日 就赴畅春园向母亲请安 因为太后的身体很健壤 所以太后在世期间 乾隆的四次南巡 四次东巡 三次巡星舞台 半夜东陵木兰丘烈等等的离京游历行程 一定也都会带着母亲同行 重庆皇太后是整个中国历史中 出门游山玩水最多次 到过地方也最多的太后 乾隆的后大喜功 在孝顺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九次为母亲上徽号 母亲的寿旦更是大张其苦的庆祝 为了庆祝太后60岁寿旦 乾隆皇帝耗资了480万两修建 清姨园 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 当时一个画师的月影也不过才三两 太后八十大寿除了更加盛大的庆祝活动 紫禁城内每数十部就有一戏台 演出各地祝寿的戏曲 年过60的乾隆皇帝还亲自采医 于亲以伯母亲的欢心 乾隆皇帝送给太后的寿礼 更是耗费了11天才送完 可以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皇子皇孙也都承欢太后膝下 长寿的纽护路是被誉为享尽了人间的福禄寿 不过当然厉害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对于母亲的孝顺也不是毫无限度的 比方说他极力防毒母亲干政的可能性 乾隆元年太后的亲弟弟未经通报便入宫谢恩 乾隆知道后震怒并且斥责了相关人等 后来笃信佛教的太后有次向乾隆皇帝建议 修缮顺天府东面的废弃佛寺 乾隆皇帝虽然一允了母亲的请求 但随后却斥责太后宫尊了工人 要他们不得随意与太后禀报外界的事物 由此可见乾隆一方面全力孝敬太后 另外一方面也约束太后的权力 以免太后跃拳或是旁人依附权势 不过乾隆皇帝对母亲的尽孝之心 仍是无庸置疑的 这也可以破除纽户路士并非乾隆生母的留言 纽户路士在成为太后的四十多年后 乾隆四十二年真月十四日 但元明元突感身体不适 乾隆皇帝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赶赴元明元探望母亲 但是太后的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 二十二日的晚间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 乾隆帝更是随势在侧 二十三日凌晨重庆皇太后 驾峰于元明元长春仙馆 享受八十四岁 由乾隆皇帝亲至上四号孝盛县皇后 葬入了太东陵地宫 在雍正皇帝所葬的太陵地宫 东北边的一公里处 虽然也有人认为乾隆皇帝 是为了要让世人称赞他的孝行 才会如此尽心侍奉母亲 不过要坚持四十多年 恐怕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 也是最享福的皇太后 孝盛县皇后 扭乎路士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年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明年也要继续锁定人生假星星 Happy New Year 我们明年见啰 拜拜